很多民众网购游戏来犒赏自己 不过有人一连收到六件商品 收到的不止盒子被压烂了 有的打开塑胶盒碎光光 最夸张的是连手表铁盒 都可以被压到面目全非 完全看不出原本的六角形状 买家就气到破网抱怨 质疑物流业者怎么送货的 对此超商回应说 消费者可以先向平台来反应 同时会审查实际的送货情况 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太夸张了 一个全新品的东西 你给我用成这样 好笑哦 这什么东西啦 满心其带的包裹 拆开不止盒子全烂 打开更是夸张 这好像长这个样子里面的东西 会完整的 你看 全部碎掉啊 民众大暴走 之所以这么生气 不是没原因 前后在便利超商取货共六件 但拿到手不止被压烂 就是回损 没有一样完整 气得它在网路po文 直说自己一月初就网购这些东西 同一个超商 同一个平台负责 当初特别避开过年时段 不料收到货竟烂成这样 买家想不通 到底怎么回事 变铁饼 它原本是长这个样子的盒子 如果里面装手表那还得了 手表铁盒压得扁扁扁扁 完全看不出原本的六角形状 陈先生之一 这根本是蓄意破坏 才变这样 但让他气炸的 还不止这样 也是碎的 很明显 碎得很夸张 有些还是直接90度 里面的东西就不用说了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 苦等半年 特别请卖家从海外购得的模型 这些模型是要等很久 那东西我八月的时候订购 然后结果寄来的时候 给我长这个样子 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对此超商强调 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向平台反映 同时会加强人员训练 并承诺视察送货过程 发生了什么事 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原本称年假期间 买游戏 犒赏自己 收到东西却成这样 恐怕花钱消费的好心情 现在全被打坏 也是碎的 很明显 碎得很夸张 接下来邱玉婷 张熙奎 台北采访报道